为了解决失业的问题 非典型就业人口的逐渐增加 原住民人口也占了一大部分 劳工保障备受疑虑 台湾社会福利的学者邀请了 专家与学者教授 官员政府 一起来讨论该如何正视 日趋严重的劳工问题 按照劳保条例规定 他应该要加保 雇主没有替他加保的话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当事人去跟劳保的执行机关 劳保局去检举 或者是跟我们劳工行政主管机关 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去检举 他们去查查的时候 就大概也可以督促雇主 来替他加保 由于目前社会形态 以及工作量的关系 不是长时间的工作 譬如临时工 派遣工 被称为非典型的劳工 在金融海啸后 比例更是大幅的提升 15到29岁的男女最多 分别占了10% 而目前的保险条例 规定金额最低为 11100元 以致薪资低于保险金额 工作时间又相对短暂的 非典型劳工 雇主不愿负担保险 70%的金额 导致劳工的权益受损 劳保因不分族群 不分行业 只需具有劳动事实 以及雇佣关系 就必须加入保险 而非典型的劳工 也必须要有基本的保障 进行 明天 深 嗯